Hello,大家好,今天继续我们EY Improvements的第16节课 已经开始有点腻歪了吗? 然后今天介绍的是流动触摸手势 这个是一个新姿势教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长到姿势 那依然是偷图狂魔从Luke W那边偷来的 因为有很多朋友会,也不是朋友 有很多网友和同学们 他们有在问就是Luke那本书的链接 然后大家如果有发我email的话我都有回复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静下心来看看那本书 好了,偷图狂魔就不说了 现在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Floid Touch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讲其实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就是我们就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Map开始说起 如果我们现在要搜地图回家的话 怎么说呢? 三步,第一步搜索 第二步你可以直接点历史记录 或者是打字,打到你想去的地方 然后Tap Start 这个是Apple Map Apple Map在Silicon Valley那个秀里面是被人家狂嘲笑的 因为这个Map做得太差了 但是现在好像因为前一段的Keno有跟进嘛 所以我也不好说有多差 但是在改进 跟GoogleMap牌是很有距离的 那这样的话 Overall是三步到位 你搜一个路线要花三个步骤 点三下 那其实点三下并不是很多了 但是现在有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 更少的点击 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非常炫酷的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叫Fab 什么叫Fab呢? 我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是一个Term 我觉得安卓系统的那个工程师们应该会比较清楚 或者设计师们啊 Fab Fab指的是 Floating Action Button 也就是浮动着 就是浮在表面的一个Action Button 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这东西是谁介绍的呢? 去年Material Design 我跟大家说过无数遍的Material Design introduced的这样一个东西 也就是他把那个所有的色汁都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个Fab 你点的时候呢 它直接就是上面有历史记录 然后呢 如果你不要历史记录 你在这里搜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 其实只有两步 你就能达到你所想要的搜索结果和你的路线 那两步比之前减少了一步 这个就是已经是创新了 我相信是很多设计师 这边硅谷顶级的设计师设计的 UX设计师想出来的 所以啊 这种使用方式是改变了很多App的一个使用习惯 那这种东西都是一直在跟进的嘛 然后继续introduce这个 刚才那个是两个点 两个两个步骤 然后两次点击嘛 那如果假设我们是一个flood 就是一个滑动的一个触摸的话 那你就想象一下 你只点一下滑上去释放 释放的时候就已经是启动这个start 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只有一步 就是按一下滑动 然后放释放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 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跟大家太多的再去解释这个姿势 就是再重复一遍 tap上去search 然后滑动你的历史记录 释放的时候是开始 那这也是一个dragging的一个 一个拖拉式的一个gesture 你拖拉的时候手是不离开屏幕的 所以如果按点击量的话 其实就只是一个点击 那你想象一下 我们从三步 缩到两步 缩到一步 那这个是一个很革新的姿势 这个姿势 其实在那个mature design里面 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运用了 但是我觉得对很多设计师来说 还是很新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这边很简短的跟大家提到一下 这个新姿势 因为这个新姿势的话 真的是会改变很多界面设计的 我觉得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新姿势怎么样 然后 这个新姿势还可以延续的发展 也就是说 当你有更复杂的第二层 就是信息要输入的时候 你不用释放 你继续drag 你drag on a target 你就是drag 你是要走路 开车 还是坐公共交通 还是骑自行车 你就是继续把它拖进去释放 所以这最多也是一个drag 那你如果用的熟练的话 其实从头到尾都可以是一个drag 好啦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简单吧 但是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姿势 但是我觉得应用起来 还是需要很多层考虑的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下节课再见咯 就这样 拜拜